食材跟醬料分成堆疊 好了 完成 第一步就是要把白菜砂精 先把它對剖開來 再開刀分成四等份 去腥 派的寬度要推薦切寬的 像這樣子 這種寬度就比較常見了 有些人甚至切得更寬 這可以在殺精過後 保留最大限度的爽脆口感 最後一道靠近菜葉的部分 可以稍微寬一點沒關係 全部洗一遍 跟一般洗菜一樣 在流動清水下跑個10分鐘 鹽60克 把水加到500cc 濃度可以比這個再高一點沒關係 攪拌均勻 把洗菜的水倒掉 均勻的澆上鹽水 其實大部分來說都是直接撒鹽抓 但是對於家用空間小 又想大量製作的話 我還蠻推薦用鹽水的 因為它可以快速滲透大白菜的每個角落 像目前這樣子很滿的狀態 不過不用擔心 先把保鮮膜蓋上 或者是一個大的塑膠袋也可以 上面壓一個重物 任何重的東西都可以 好 回頭我們切點紅蘿蔔 切個半條就可以了 這一段紅蘿蔔是要給泡菜加點料 讓它不至於這麼單調 不要切太薄 切稍微有一點厚度 好了 攤開來 一樣喔 不要切太薄 稍微有一點寬度 這樣吃起來才會脆 跟大白菜混在一起 稍微攪拌一下 稍微就可以了 再把它蓋回去 壓好 計時20分鐘 我們先來製作醬汁 用來製作醬料的紅蘿蔔 大約500公克 去頭尾 去皮 切稍微厚一點 大約0.5公分的厚度 這待會要炒過 所以太薄太厚都不行喔 無鹽 奶油 切堆一點沒關係喔 這是發酵的發酵奶油 味道很棒 再把它切小塊一點 下鍋比較好化開 好了 第一個20分鐘到了 打開來檢查一下 這時候就已經開始出很多水了 我們要從底部把菜翻上來 盡可能讓它混合均勻一點 同時一邊揉捏 讓鹽水吃得更徹底 好 再蓋回去 豬鐵鍋壓回去 這時候可以放水增加重量了 因為底部沒有這麼蓬鬆 比較穩了 一樣再計時20分鐘 繼續 熱鍋 下奶油 划開後 下蘿蔔 即使炒蘿蔔或炒南瓜 大部分食譜 冬醬也放沙拉油而已 紅蘿蔔經過熱油炒過呢 會釋放出胡蘿蔔素 因為胡蘿蔔素是紫融性的 它可以融入你的熱油裡面 所以利用這項特性 我們可以把奶油加上胡蘿蔔素 讓它顏色更鮮豔 而且奶油加上紅蘿蔔的味道 非常棒 沒有人吃得出來是紅蘿蔔 好 我拿起一塊比較厚的 檢查一下柔軟度 我熟透就可以了 而且奶油的顏色也變得很鮮豔了喔 好了 關火 接著拿去吹點風扇降溫 好 第二個20分鐘又到了 目前的水量出得非常的多了喔 但是仍然不夠 我們必須要讓菜完全軟化 所以再一次的攪拌並且揉捏它 蓋回去 繼續壓著 再20分鐘 我們的紅蘿蔔也吹涼了喔 全下吧 奶油記得一滴不剩的掛進來喔 斷頭 辣椒液個人喜好 直接撿進去就好了 砂糖250公克 延時公克就好了 先倒一半就好了 不要一次全下喔 後來開始打的時候會很卡 白醋200cc 一樣先下一半就好了 香油250cc 這一罐剛剛好 一樣先加半罐吧 辣油就適量囉 一點點就好了 目測大概30 50cc吧 豆腐乳兩塊 這也是選配喔 可加可不加 好 開上蓋子 START 一邊打一邊觀察 內容物有沒有確實的混合在一起 穩定運行後呢 慢慢把其他的料加下去 這樣比較可以避免 因為一次放太多食材 有些太乾卡在死角打不到 剩下的香油全下吧 白醋也全下 打到油跟醋確實融合在一起 並且食材確實全部打碎就可以了喔 這就是用紅蘿蔔大蒜還有油脂 做出來的乳化醬汁喔 顏色非常鮮豔討喜 好 最後一個20分鐘到了 可以看到雪非常的多 整個是醃在水裡面的 大白菜的質感也是完全軟化了 所以拿一片起來吃看看 如果沒有很深的菜味代表沒問題了 接下來把鹽水倒掉 直接用剛剛的水來洗就好了 裸捏一下 盡可能把鹽分吸濕掉 再洗一次 至少要洗兩次喔 接下來步驟很重要 把水加滿後呢 放一個小小的水流 讓它跑水跑個10到15分鐘 這可以讓大白菜的組織洗得更乾淨 而且會恢復脆度 記得蓋上砧板壓重物喔 不然它會膨脹滿出來 準備你的蔬菜脫水機 沒有的話就用手擰吧 這個是豆漿布 這樣可以防止你的菜跑到籃子外面去 如果你是新買的豆漿布 一定要沸水煮過喔 好 我們大白菜終於完成了喔 我快轉給各位看喔 它明顯的膨脹起來 抓起來也可以感覺到變得非常的蓬鬆 葉子也完全舒展開來了 聽著聲音 脆 把豆漿布套在籃子裡面 菜抓進來 大概8分滿就好了喔 蓋起來 中間留一個洞 好 使勁的脫水吧 盡可能提高你的手速 把菜脫乾一點 越乾越好 菜變得很輕喔 倒出來超療癒的 蓬鬆的感覺 看水還這麼多 蘋果去頭尾去皮 縱向1開4 先切掉 記得一邊切就一邊順手排列整齊 這樣對你的後面工作流程會比較順暢 切成厚片 一樣要排列整齊喔 全部攤平 切成條狀 跟紅蘿蔔一樣喔 不要切太薄 蘋果留在最後切 就不用再泡鹽水防止氧化 好 先下一半蘋果 倒一圈醬料 再鋪一層大白菜 再下一層蘋果 當醬汁很濃稠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食材跟醬料分成堆疊 這樣就能把醬料跟食材快速的做結合 好 全部的菜都進來了 最後一點醬 大白菜經過完整的砂巾 並且泡水把組織洗得夠乾淨 這樣我們的菜就可以跟醬汁完整的結合吸收 變得更入味 準備夾電袋跟口徑差不多的容器 把涼杯打滿泡菜 袋子套上來 轉過來倒過去 這樣就能盡可能避免袋口沾到醬汁了 裝好以後空氣盡可能擠出來 封口 這樣我們的大白菜就能均勻的吃到醬汁 拿一個容器疊好放冰箱 即使不一定要用夾電袋 你們可以用你習慣的容器裝 重點是空氣盡可能擠出來 讓大白菜均勻的泡在醬汁裡面 一個晚上就可以吃了 一整天 爐